鬼滅之刃助训练篇最快什么时候开播 竟然是所有篇章最短的一季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的前半段 将会推测出助训练篇的开播时间 并且还会解析预告片中 有哪些完全没人注意的超小细节 而影片的后半段 就来聊聊漫画与动画都没有 鬼滅粉不可错过 无一两人与迷离的隐藏剧情 首先根据过往的经验 助训练篇没意外就是明年开播 不过这里我将会和前几季 公开制作到开播的时间做比较 推测出一个最可靠的开播时间 让跟我一样迫不及待的观众 有一个心理准备 首先就来说说日文 助击鼓篇是什么意思 其实击鼓与训练都有练习的含义 不过在日文中 两个词的用法却有些不同 当中的击鼓算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词 更常用于传统记忆 如茶道、剑道与香铺 比起英文Hashira Training 和中文的助训练 是更能准确表达修炼无道的词语 这里就来分析住训练篇 什么时候开播 以及总共会演出多少集呢 其实有在关注鬼魅的观众大概知道 每隔一年就会出新的一季 不过我还是来带大家 仔细推测出有机可循的开播时间 首先可以看到每一季之间 都会相隔16个月左右 不过动画制作消息公开 直到真正开播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会比较准确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更短 平均大约是12个月 假如以10个月推测 最快明年4月就会开播 而最晚应该就会到6月 在过去几年即使有疫情爆发 优福测却还能稳定产出 再加上助训练篇 使所有篇章打斗最少 在制作上应该相对比较容易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可能提前1到2个月 那助训练篇一共演多少集 为什么我又认为 这不可能算是第四季 助训练篇是漫画128话开始 日本网友推测会到136话 不过我认为这真的太少 比较可能会衔接到 决战开始的139话 而这11话的进度 动画大约只有5集 从过去几季看下来 动画组绝对会新增原创剧情 所以最终我认为 助训练篇总共会有6集 而这也是我认为 不能当作一季的原因 在之前无限列车篇 除了失去长版的原因 再加上只有7集 并没有被官方当成一季 毕竟第二第三季的 油锅片与刀匠春篇 都足足有11集 另外补充一点 Netflix把无限列车篇 算成第二季 也误导了少部分的观众 助训练篇 是所有篇章中战斗最少的部分 花了许多的篇幅 在描写人物之间的故事 集数不多 甚至比无限列车篇还要短 而且没有精彩的战斗 更无法做成大场面的电影 我想会比较接近 无限列车篇 以及第一季中 分成许多篇章那样 只能算篇 并不能算成第四季 接着来看看 最新公开的预告片 有哪些细节 其实这些都对应着 著的漫画封面 而我们都知道 在鬼灭中花与植物 有更深层的含义 首先就来说说 最多花围绕的蝴蝶忍 在前方最明显的花是 哨药 哨药在日本 是当作美女的代名词 而不同颜色的哨药 也有不同的花语 大多数都与爱情有关 不过唯独紫色 带有负面的含义 那就是愤怒与生气 这完全对应 第一季动画中 探战闻到 冷微笑的背后 始终有着 无法忘怀的愤怒 而右下角 这支斑蝶 除了是人的姓氏 更对应着与之 并且服装上 也与已经过世的姐姐 几乎一样 从背景中也能看见 大理花与樱花 分别象征优雅与优美 另外也能领约看见莲花 而花语就是 就属于神圣 无限城中 就一座莲花池 而这张图 人的台词是 在《蜘蛛山篇》 被指派任务后 人对应勇说的 人跟鬼应该和平相处的 接着来说说 最早登场的柱 傅刚义勇 唯独这张图的细节 与角色并没有太多关联 左下角以及背后的植物 是桃花 在日本的花语是 善良以及着迷 非常具有 爱恋情感的含义 而桃花在夏天 生长出的桃子 象征着无敌与驱鬼 从角落我们也能看见红线 或许是暗示它 拥有爱情的故事线 毕竟蝴蝶人 在公式属于小说中 总是特别担心易勇 当然也可能代表着 枪吐面具的红绳 而图片上的台词 出自漫画《第五卷》中 易勇对医之助说 连自己伤得多重 都不知道的家伙 不要参与战斗 接下来解析 每季结尾都会出现的 蛇柱一黑小巴内 背景中的花是康乃馨 大家应该都会想到 这是母亲节的祝贺 然而只有红色康乃馨 代表着母爱 其他颜色更可以用来 表达爱意 康乃馨的花语是 无瑕深刻的爱 我一查到立刻起鸡皮疙瘩 漫画党的观众 就会知道无瑕与爱 对小巴内的戏份有多重要 图中的台词 失处合会议中 探长说自己的妹妹 不会吃人 小巴内就回答 你说出的话完全不可信 我是不会相信的 下一个风柱 不死穿石迷 它背后百合花的 花语是纯洁 不过在不同颜色 也有多种含义 黑色百合的花语是 诅咒与复仇 可以说是贴近 最痛恨鬼石迷的形象 而它的台词 在柱训练片中才会出现 意思是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最后就是研究 悲鸣与行鸣 依照背后的叶子与花朵 最接近的植物是 马齿线 生长于杂草中 生命力强韧 花在白天盛开 晚上就会凋谢 隔天又继续生长开花 花语是永远充满活力 和纯真 台词就是他常说的口头禅 其实不难推测出 背景的图片跟人物有些关联 但是因为不剧透 我就只说到这 接着来带大家看 动画甚至漫画都没演到 刀匠村之后的隐藏剧情 鬼灭之人 能如此受欢迎的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有丰富 深入的角色设定 二宇老师为了剧情连载 其实放弃了很多故事 尽管这些细节 不足以影响主线剧情 但是却能更让我们认识 角色的转变 首先就来聊聊 大战后吴依朗的变化 他回到被鬼袭击 残破不堪的刀匠村 主要就是想到 铁锦库的坟前上香 却一件沮丧 消沉的小铁 因为刀匠村被破坏 所有人立刻就要 迁移到新的空村 而为了能加速断刀 弥补被鬼杀害刀匠的工作量 无法修复的园医灵士 也被村长命令遗弃 不过人偶对于小铁来说 除了是家族的遗物 同时也像家人 在漫画中其实很少提到 吴依朗找回记忆的变化 而小说中的吴依朗 懂得替人着想 他选择帮助小铁 掩饰园医灵士的动作 一一调整人偶 直到能锻炼见识的程度 吴依朗也对当时粗暴的举动 以及屋里的话道歉 同时鼓励着小铁 自己在这个年纪时 连烧菜煮饭都不会 未来还很长 一定会大有可为 回忆起炼狱的鼓励 以及铁锦护的同理心 吴依朗的内心 再也不是空无一物 而是找回失去 已久的温暖与善良 接着来说说 恋住甘鲁斯密里 在小说的时间轴 是发生在刀匠村之前的事 我们都知道密里是为了谈恋爱 找老公才加入鬼杀队 并且她总会对于 其他强大的柱心动 不过待得越久 也明白大多数的柱 都亲眼看着家人被鬼杀害 有着无法抹灭的怒火 为了复仇才加入鬼杀队 相较之下密里认为自己的目的 不只轻浮还更加愚昧 所以渐渐开始抑郁 隐藏心中的情绪 想和其他柱那样 不苟言笑 专心锻炼 铲除恶鬼 这间接导致食欲不振 平常明明可以吃100只丸子 现在只能吃50只 由于8倍的肌肉量 基础代谢更高 需要摄取更多营养 这渐渐导致密里饿得发抖 呼吸法都快使不出来 最后是由小巴内察觉 并且有人说破这一点 她安慰着密里说 那情感丰沛毫不掩饰的笑容 治愈与守护了很多人 最终密里才真正诚实地面对自己 并且誓言守护这个接纳自己的地方 这也是她在刀匠村中 充满信心回答探志昂 自己加入鬼杀队是找老公 这段非常完整描写 密里先信内心的故事 当然这部影片 都只是说最重要的人物剧情 小说中深入描写人物的心境 非常值得一读 这部就是近期鬼灭主题的 最后一支影片 感谢大家上一集的留言与鼓励 老实说我是属于很少留言的人 所以才更能明白 大家每一个字的重量 优异超过了上百则 没办法一一回复 但是我肯定会每一个都看过 如果有任何毁灭的最新消息 我也会持续跟大家更新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解析够深入 可以按赞 或是用超级感谢支持我 当然也可以等片尾的广告跑完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